来看美国跟菲律宾举行代号海上战事合作的联合军演 一共有2500多名陆战队员参与 那么这场的年度军演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在6月上任以来美菲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 从10月3号持续到10月14号 除了模拟两栖攻击以及特种作战之外 美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超音速的战机 都会投入实弹演练 那么演习地点现在也曝光了 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王省 以及格里宋海峡与我国相望的菲律宾北部 同时在美国的盟友日本以及南韩 将会以观察员的方式来参与这场的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 不能由计计略消权进入 必须能够接下来尾巴拉王省 糊封灯离